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特别想跟你聊今天你们是怎么样坚守着一颗信心 然后就觉得说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觉得可以熬过疫情期间的旅行行业的寒冬 OK 我们今天可以简单聊一聊 就是从我从事旅游行业十几年来说 那么COVID-19这一次是我们经历过最大的航课 在我们创业的初期遇到过SARS 当然SARS它是来势凶猛 但是去的也非常快 等于说从三月份开始爆发到五月份就结束了 就彻底的消失了 那下半年整个业务就恢复的非常非常爆发式成长 但是这次COVID-19太久了 其实旅游行业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脆弱的一行 就遇到的一些风吹草动 不管是政治原因 自然灾害 或者是一些疫情什么的 都第一影响的就是大家不出行 大家不出门了 对 衣食住行 这个行永远是最后 对 没错 那我们在去年的1月18号 我们还举办了一次全美的旅游论坛 当时吴迪 包括美国旅行社大佬 都在一起沟通 没想到五分钟 就五天之后 对 就来了 就来了 就封城了 那这个打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时我们可能也是 因为有SARS的经验 我们觉得这个过程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的事 并没有特别担心 前两三个月一直忙于在处理客人退团 退票 就很多的预定 我们今天所有的预定几乎都在都取消了 那并没有特别在意 那到四五月份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大对 因为到下线的话 还是这个疫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我们大家都会记住 应该从三月份到五月份这期间 基本上就大家都在家待着的 对吧 目击没有好转 还严重了 还严重了 对啊 你看那时候想想大家在去超市里抢水 抢米 抢什么 感觉是一种世界末日 那我们的业务从三月到五月 基本上在处理退票退团的业务 到五月份开始就觉得不知所措了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个时候PPP还没有完全生效 我们也没有得到政府的一些资助 那么就想着一些自救的方式 后来从这个回国的机票啊 包括我们进行了一些包机 就是包这个公共机回国 那做了一段时间 暂时先后稳住了针脚 到七八月份的时候 感觉这个形势可能稍微 这个疫情稍微减少了一些 心态又恢复了 那没想到不如冬天 这个十一月十二月开始 这个加州是最严重最严重的时候 那整个来讲呢 就是觉得好像就跟拳击一样 被打倒了 爬起来了 又被打倒了 刚刚爬起来没多久 又被一区中间打了 就是这个起起伏的心态 刚才来的路上 我还在想就是回想过去这一两年的这个历程啊 最痛苦最痛苦就在去年的夏天的时候 就当我们刚刚的业务刚刚恢复一些 然后又被灭掉的时候 那现在这个心态已经平 已经基本上平复了 就是起伏 起伏 就看到点希望 这个圣诞节那个疫情又来了 然后看到点希望 这个Dialta这个疫情又来了 对对对 所以 基本上现在比较平静了 那从整个旅游行业来说 这个受伤害是最惨重的 不管是从酒店行业啊 不管是从这个巴士啊 巴士公司啊 包括导游啊 整个层面都是基本上这两年非常非常痛苦的 实际上因为现在就好多人都接种了疫苗了嘛 相对来说 好像大家的定心玩 稍微还是吃了一点点进去的哈 对对对 但你们现在行业目前就是面临 是不是还是有些困境呢 比如说有些客人啊 其实他心里面有点矛盾 他就是想出去吧 但是有点害怕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疫情就像你说的 高高低低低起起起伏伏的 有点搞不清楚 然后还有呢 就是说包括你们出去啊 什么检测呀 这种隔离措施啊 都不是特别的 怎么说的 就不太方便 你们怎么样去克服这些困难呢 那现阶段的出行 其实这个有很多不可抗拒的因素 那就比如说在今年初的一段时间 那疫情稍微好一些 游船公司啊 也开始做一些促销啊 那一些游船啊 那我们也尝试着做一些团 但是基本上就是 要么就刚刚销售出去 或者还没有销售的时候 这个疫情又来了 像Cruise这个事情 就是大家对游船很向往 但是又很恐惧 对 因为它是最好玩 最轻松 但是一旦上去之后 一旦发生病情 对对 那些罪子一定走得起来 包括两个星期前 我看这个 就是Miami里面 有的时候Cruise出去 没错 回来还是有感染的 那这个很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这个旅游消费者 这个信心 很多人迫切的想出去 但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还是不敢出去 虽然疫苗是现在 是目前帮助很大 那可能我们华人 相对来说比较谨慎 但这次就是说 这次我去夏威夷的时候 看到老外 基本上就是人山人海 而且不戴口罩 打没打 他都不戴 打没打 你也不确定 你也不确定 这个就是他可以说他打了 也可以说他没打 没错 那么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疫苗是有帮助 对提升信心有帮助 但是这个反复还是比较麻烦 另外一个从核酸检测这块 不管去哪里都要做核酸 包括去坎坤啊 包括去夏威夷啊 做核酸 就在整个你的旅行过程 这个体验当中 总觉得有点什么事要做 对 咱且不说核酸这个费用 但是这个麻烦 你做了以后 还要考虑想到这个到底 是不是 什么时候检测出来 对 尤其带着老人孩子的话 这个相当大程度上 会影响到这个游客出行的这个信息 另外一个就是有很多 比如说觉得美国境内都玩了很多了 想出行到别的地方 但是目前的这个情况 各个国家疫情严重程度不同 它的这个防范政策不一样 所以也是比较影响这个出行的一个原因吧 实际上我觉得的话 就是现在好像大家都有一种心态说 能出去玩就不错了 对吧 还选什么地儿呀 目前也没有什么太多选择 对 实际上也是非常感谢 这个文静佳琪呢 就是做了这个 就是叫所谓的 就领头羊的这个动作 跟我们一起合作 组织了很好的 这个黄石的深度旅行 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出去 而且你们又做了很好的防范 检测这个工作 为这个游客 就是观众啊 游客都想得非常周到 所以也是非常感谢你们 好的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啊 回来以后再来跟这个文静佳琪的CEO Jeffrey来继续来聊 关于旅游的这个事情 欢迎回来 会客室 我是主持人Lia 好 我们今天做客我们会客室的这个嘉宾呢 是文静佳琪的CEO Jeffrey Jeffrey 再次欢迎你 你好 刚才我们聊了很多啊 就是关于困境也好啊 关于一些就是寒冬旅行业的 那我特别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目前就可以去的地方啊 就是哪些是我们就是旅游的热点地区呢 从整个暑假这个预定情况来讲明显感觉到市场的回温啊 不管从我们的这个机票销售量包括团队的预定量来说整个市场是在回温的 但是跟这个SARS是不一样的SARS是个颈喷式的 就是这个病情消失了 然后颈喷式就大家疯狂的出行 但是目前的我们这个COVID-19这个情况呢 就是好像一点点的 大家在犹豫 观望 那基本上出行的这个行程呢 大概就是先从周边游 很多人就是现在你看很多身边朋友去拉斯维加斯啊 沈地亚哥啊 优胜美帝啊 旧金山啊 那这些的其实旅行社在这方面给大家的帮助不是很得多 因为很多人可以自驾 没错 就自由行 那么从团队的情况来说 目前最热门的几个景点 第一就是夏威夷 夏威夷是目前这个销售非常非常好 我们在9月初 8月底9月初我们组织了两个团 旧金山我们公司的那个一个 special也是一个托 都已经将近200人报名 分了几个团 那个团我也会亲自去带 那因为夏威夷大家都知道这个可以relax 看着大海景色有美 这个是首选 但是现在如果现在还没有就是有这个旅行计划的 那可能订夏威夷这个程度会比较贵 一切都贵 可能还订不着呢 现在就是基本上计票会贵 酒店可能还能订到 但是租车是个问题 就是租车现在在夏威夷早上租车已经疯狂了 就基本上订不到车 OK 因为到那边大家大部分都是自驾 那夏威夷是个首选 在上一期节目我也分享了夏威夷的一些这个就是一个travel experience 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黄石国家公园 黄石国家公园因为是自然嘛 大自然 那很多人去那以后会觉得这个压抑的心情会放松 而且它有很多美景啊 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啊 然后这个大家会比较喜欢 那除了这两个地方之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墨西哥的坎坤 那谈到这个景点就是 当然坎坤有坎坤的特色 毕竟是在墨西哥 一个异国他乡 那这个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 就是比较出国旅行 出国旅行呢 虽然说墨西哥是像美国的后花园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我们一定要提醒客人 就是一定要检查一下自己的护照 这个护照 因为已经是过期了 非常非常多的护照过期了 因为这两年没有travel 很多人不看护照 没错没错 包括我们我们原本定的去 说去墨西哥 就是因为一看了两个孩子护照过期了 所以才去西华区 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证件上我们已经发现好多客人 就是我定了定了定了 结果一发现 对对护照过去 那现在不管是重新办理护照啊 或者护照家业啊什么 这个过程时间比较长 那坎昆的话呢 也是非常好玩的地方 它也相当于说比较简单 就是从坎昆回来的时候 需要做核酸 但是很多酒店都提供这个 免费的核酸免账 这个就是在核酸这块 相当于是方便一些 那如果大家对这个 一个是坐飞机旅游 存在一些疑虑 或者是对出国旅游 存在疑虑的话 那可能坎昆就相当于说 不是特别方便 那夏威夷和黄石 还是在美国本土境内 那阿拉斯加的极光 现在你觉得是一个好的地点 阿拉斯加极光是非常好的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接到 年底的预定了 就是有很多人 现在计划去阿拉斯加看极光 然后去什么 穿越北地圈 做这个狗拉雪橇啊什么的 那现在我们已经跟 这个夏威夷的旅行社 已经都已经沟通了 他们现在目前 这些订单都开始接收了 那这个是 因为现在还有大概 小半年时间 是的 一般从看极光是从10月底开始 10月底11月 圣诞节时候最火的时候 那从international travel来讲 我们现在有收到 我们7月中旬有一个团去冰岛 冰岛的 冰岛对 因为冰岛它相对来也是一个 比较孤立的一个岛 防御相对来说好一些 另外一个没有特别多的这个 和宋亚人太多的要求 只要你有那个卡就可以 你就说所谓的疫苗注射的那个卡 对对对 那像一些东南亚包括泰国 还有巴黎岛的团 我们9月份都是有预定的 但是目前呢 还存在问题 就是现在航班 国际航班还是没有开放 很多地方不让中转 那可能9月份呢 还是要延期 那从那个美国人 就是老美的一个市场来讲 我们开始收到很多 关于2022年 2023年的预定 订到那儿去了 对 今天刚刚我来之前 他们还有一个 2023年要去西藏 因为中国现在目前 坦白讲 这个中国政府的政策 还是会延续的 这个 我预计会到明年夏天 对 也就是在未来这一年之内 如果想去中国去旅游的话呢 这个 还是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 另外一个签证到签证的问题 现在基本上处于 就不开门 你管他不开门的状态 对 就是凡治已经入籍的这个朋友们 想回国 没有特殊情况 这个签证是比较难的 对对对 是的 是比较麻烦一点点 对 非常非常麻烦 签证如果拿不到就回不去 即使拿到签证了 还要去做核酸 即使核酸做好了 核酸做好了 还要拿到绿码 这都是回国的每一个环节的关键 拿到绿码之后 上了飞机回去 还要再隔离十次行 对呀 而且这是绝对的同意隔离 这样隔离的话 没法玩了 对 但反正没关系嘛 就是我们可以留到之后 再去国外 然后回到中国去玩 但是我们国内美国境内还是有很多的 而且你刚才说的那冰岛啊 这个地方我们还是可以去的 对对对 欧洲马上也要开 欧洲现在很多国家 欧盟啊 已经开了 已经开了 9月份开始我们就会有去欧洲的一些团 包括西欧 法国 还有一些葡萄牙 西班牙 那么另外就是地中海这个游船 MSC的一个游船 我们也基本上做了一些预定 9月10月11月 哇 18万吨的这个非常豪华 就是2020年下水的 基本上没有用的游船 说的我就好激动 因为我感觉你上面综上所述 我都想去 都想去 而且都希望带着我父母 我爸妈 因为老人家也是在家里面 因为他们都打了疫苗 对对对 然后也是在家里面困了一年 老人家迫切的希望 迫切的希望能够出现 真的是真的是 也是希望我们这个 华语电视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您就是正在看到的话呢 您可以通过我们这个 画面上文景假期的联系方法 跟Jeffrey去取得联系 因为他们真的是有非常多 非常好 然后有非常安全的一些旅行 出门的旅行计划 可以分享给大家 好 那节目到了最后了 可不可以对你的这个 你们的这个旅行行业 稍微做一个小的展望 有没有点心心觉得 说再坚持一下 都坚持了这么久 坚持了这么久了 基本上现在说真的 就是在这个整个行业中 能坚持下来的这个公司 或者企业 都是应该是相对来说 比较优秀 或者是这个有一定任性的 有一定实力的 我们存 我们做了旅游十几年 就是经历过 大大小小经历过很多 这次像就是说 刚才讲是最最最最严重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我也曾经 可能要觉得 是不是被打趴下了 就不想起来 对 倒了就倒了 倒了吧 当然我们后来也 团队也进行了沟通 核心的这个同事们都还在 那我们也尝试了 做一些跨界的那些东西 包括我们在这个金融啊 理财啊 这个板块 那我也去考了一些license 那也做了一些 准备 就是跨界 其实这个业务已经开始了 包括车房险啊 人寿险啊 这些东西都开始做 那我在想呢 就是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 就是谷底 往上走任何一步 都是往上爬 对吧 那么经历过这个之后呢 团队更加战斗力更强 另外一个我们也 学到了很多 扩大了很多板块 当疫情 离开的时候 那我相信 我们整个这个业务 会 蓬勃的再重新回来 是的 最糟糕的都经历了 还怕什么呢 对 已经是最差的都过去了 现在就是 只要自己没有被打倒 或者没有战死 那基本上 是的 机会就不会 是的 也非常感谢 今天这个文景佳琪的CEO Jeffrey做客 我们的节目 他也希望我们的旅游事业 真正日上 跟我们华语电视多多合作 好的 谢谢 谢谢大家收看